第二弧狂想曲是根据西南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的 在整首乐曲当中 它采用了大小三度这样赋予变化对比的调性色彩的手法通篇的创作而成 所以我们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 要注意到它在纸句方面的变化 它有一种特殊的 就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民间的民族的音阶在里面 它的调式它的音阶有一些三二度小二度 而且在某些旋律的进行当中 是大三度和小三度同时对比着演奏的 所以我们的纸句要来回来去的调整 从开始应该说影子从二湖的高音区的旋律进行当中 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浮游神秘色彩的 令人感到嚮往的一种大自然的景观当中去了 大家注意 这一个高音区的旋律呢 要注意从搜滑到兜的这个滑音 就好像是划过天际的一个闪烁的星星一样 或者说整个旋律这一个小的动机呢 像在深山里面的一声遥远的呼唤 在这个影子当中呢 通篇都是有这种自由的节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安排他的这个重复的音的数量 但是大家要注意不要把这个主题啊演奏的散掉了 一定要在渐快渐慢当中呢 注意调整这个左手下指的这个速度和这个弹性的下指的点 还有一个呢 要注意右手运弓的长短的变化 后面有一个这个拨弦的技巧 是采用的左拨右拉 大家注意左手的这个装饰音啊 要演奏的非常的流畅 你的重音放在搜上 另外三个装饰音呢 要很快的 下指的力度不要太大 不要太重 这样速度就会慢 在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乐器的弦律呢 就是一个八六拍的节奏 在这个伴奏的乐器的这种重复的一种节奏型当中 二胡呢 做出了一种很悠扬而富神秘色彩 悠悠荡荡的这样一个旋律 大家注意呢 在演奏的时候呢 要熟悉他的节奏 在熟悉了以后呢 要把旋律演奏的他的这个线条的飘荡感 要做的更好一些 不要单纯的数着拍子去演奏 那就显得他的音乐显得比较矮板了 注意处理当中的几个华音 稍微有一点点华音 这样一个连接呢 就很有一种少数民族的 他的这种歌唱性的这种特点 这个发 它是在节拍的过程当中滑到位的 那就很有这个 这个吊势当中的这个变化音的这个色彩感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滑音当中呢 有的时候是滑的快的 有的时候滑的慢的 注意它当中的这个变化 同时配合这个力度啊 这个由强到弱呀 这个音色呢 由时变得虚一点啊 还有这个运功的这个力度的变化 就可以把这个旋律好像飘在山和天际之间的 这样一个美丽的旋律 忽影忽现的就来到了你的耳边了 来到你的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次再出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是变奏的了 而且节奏变密了 这个时候呢 旋律就变得活泼起来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运功当中的这个音头 这段旋律呢 大家要除了节奏的变化呢 还要注意它的音头 把一个每个弓子演奏的具有跳跃性 因为下面衔接的旋律呢 就带有舞蹈的色彩了 注意这个泛音 这个时候呢 它虽然是都啊 它用了一个里弦 用一个外弦 有一个色彩的对比 所以要把这种 带有这种少数民族的跳 那个竹竿舞的时候的那种节奏感觉 在这个弦力当中演奏出来 在这一段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呢 那节奏变得舒缓起来了 滑到了一个泛音上面 那这个时候下面 紧接着弦力是一段慢的 用里弦来演奏的 好像是你来到了 竹楼边的篝火旁 这一段呢 可以把这个旋律的线条啊 演奏的比较连贯一些 因为这是在礼弦上演奏的呢 注意在高音区呢 音量和音质都要保持住 同时呢 一个诀窍的窍门呢 就是在起句的这个音区呢 力度不要完全放出来 这样的这个旋律的线条呢 就会有起伏了 在下一句的外弦的演奏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音色放出来 明亮的亲切的 这个地方呢 外弦的旋律亮出来以后呢 又是李外弦来回连贯起来的 这样的色彩的对比呢 就密度更大了 这动感就更强了一些 那在这段旋律当中 大家还要注意 在换靶过程当中 带出了一些华音 它也是具有一些少数民族的 这个音乐的味道 在里边 在下面一段呢 是泛音 这个泛音呢 基本上都是自然泛音 比较好找 大家注意旋律的线条 用泛音做出来旋律的线条 有一个地方是人工泛音 这个拉呢 是用食指摁在拉上 小指四度 虚摁的人工泛音 注意这点就好了 在泛音最后的句子呢 是有点自由 这个句子要注意 它的节奏变化 它的这种松紧变化 接下去呢 就是一个带有 舞蹈节奏型的旋律了 大家要注意 把它演奏的比较跳跃 注意除了公子 要比较跳跃以外呢 在这个旋律当中的 它的骨干音 我们还要加一些 比较强调的音头 这样呢 这个舞蹈的节奏的 这个感觉就比较鲜明了 在下面呢 还是一个节奏自由 富有舞蹈性的 这个旋律 大家要注意 这个连弓和跳弓之间的 这个分别 像这样一个旋律呢 它有节奏的自由 在运弓当中呢 有连的 有断的 而且呢 在旋律当中 还有它的特殊的重音 我们呢 要抓住它的这些个性 抓住旋律当中的重音 它的这个节奏的支点 连贯的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稍微自由一点 把这种跳跃的个性 和那种连贯的 富有浪漫色彩的 这个情绪结合起来 它是来回对比的 那在下面一段旋律当中 就是连续的一段 带有舞蹈性的节奏 非常热烈 大家同样是要注意 抓住它的这个节奏的重音 它的骨干音 像这个旋律当中 它的重音是不规则的 而且呢 它的节拍也是很复杂的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慢练 把这个旋律当中的重音 和它的连和段 把它仔细的练一下 下面一段旋律呢 是非常悠扬的 大家要把它演奏的非常连贯 注意一下它的这个调性的色彩 在中间的转换 有一些变化音 要把它演奏的比较准确 因为这对于旋律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穿插了歌唱性的旋律之后 又回到了 富有节奏动感的旋律了 这个时候呢 调性又转到 另外的一个色彩上去了 而且在这段旋律当中 在每一个动机 都在不停的这个色彩当中在变换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音准 还要抓住这个 每一个 每一次这个节奏型当中的重音 重复它的这个 节奏的重音 在不停的这个 调性的色彩上 这样呢 就有一种 往前的这个动感 在这段的后面呢 有一段特殊的技巧 就是敲击琴筒和波弦同时演奏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好像是 在少数民族的舞蹈当中啊 它的那个竹竿舞在 来回敲 来回敲 人们在这个 跳跃 它的舞步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演奏的 比较 赋于动感 赋于节奏感 在这段节奏之后呢 又过渡到了一段 比较复杂节拍的音型了 在这个旋律当中呢 我们有八六拍的 八五拍的 八四拍的 还有八三拍 八二拍都有 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一个 这个演奏的技巧 就是强调每一个 小节节拍的主音 那可能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一二一二一二一 变成是这样 这样 那抓住它这个特点呢 这个演奏起来 就会比较轻松了 这样就显得简单了 那大家可以通过慢练 把这个换弦和摁指的 这个台指的指序工序 把它练熟了 然后就按照我刚才说的 这个节奏重音 把它演奏出来 就可以了 在这段不规则的 节拍的旋律之后呢 是通过钢琴伴奏的旋律 过渡到了 二胡浮于歌唱性的 一段悠扬的音乐 这段旋律呢 大家要注意啊 因为它音区比较高 但是它表达的情绪非常浓厚 所以我们的运功啊 非常饱满结实 而且左手的柔弦啊 要幅度比较大 密度比较大 就听起来情绪比较饱满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华彩的结尾处呢 有一个左手拨弦和右手拉弓 结合起来的技巧 这个拨弦呢 是轮指拨出来的 可以向外 再加上左手的拉 渐快 这渐快是这样里外的波 最后一个 下面的节奏呢 是用右手敲击琴筒 左手拨弦做出来的 大家可以通过慢练 把这样的新技巧把它熟悉起来 乐曲最后一段是在连续的急促的 富于变化 富于动感的十六分音符当中结束的 开始呢 是联系的变化音 里外唤弦这样一个旋律 发展到后来呢 就是包括在换把和变化音当中 比较复杂的 一种特殊序列的音型的魔镜 遇到最后的一个连续的音阶的 从低音区向高音区冲刺一样的 一次一次的这样的旋律进行呢 一直一气哈诚的结束全曲 大家在这一段旋律的演奏当中呢 要注意抓住它的众音 有的时候呢 是一小节一个众音是一组 有的时候是两小节一组 有的时候呢 是一拍一个众音 像这个呢 是一小节一个众音 这个是两小节的众音了 一小节一个众音 两小节的众音 一小节的众音 一个音阶联系过去以后 又是一个两小节的 这是个两小节联系的众音 下面这个时候是一小节一个重复 这个呢 是一小节一个 那通过这个变化音降咪开始的起点 和还原咪的起点呢 使这个调性的色彩再来回转换 一直到最后 像这个呢 是一个连续的音阶 从高音区再落到低音区 然后再坚强的冲刺上去 一遍呢 是以降号序列的音阶为色彩的 一遍是以升号的增二度和小二度 这是降号色彩的 这是一个升号色彩的 两个调性的色彩 再来回的转换 像最后这个过渡的 这几个音型呢 要注意把力度收得很弱 因为这已经在高音区了 渐强的幅度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了 所以我们要很弱很弱的开始 但是要强调那个重音的点 然后突然的渐强 大幅度的渐强 在最后结束剧的这个下行的音阶呢 我们也要强调重音 然后收住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呼吸 再加三个波弦 就这样 一个带有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风格的一首 第一二呼狂想曲 从头到尾都贯穿过来了 大家在接触这样一个新的音阶系列 节奏系列乐曲当中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慢练 慢练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节奏的重音 节奏感觉很好的演奏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加快速度练习 像其他的执法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排列它 也可以参考我排的乐幅当中的执法 只要把这个旋律的音准 还有他的这种连续性 在技巧上能够有最方便的一个手法 能够很顺畅的把它演奏出来 那就有很多收获了 谢谢大家